在防疫指挥中心宣布基隆出现一确诊病例后 金融市长林友昌再次召开疫情因应会议 并提出社大停课 里面活动中心不外界 流动型夜市停止营业 关怀据点各级学校校园及原住民会馆等 暂停开放一个月等八项防疫措施 另外金融市政府从即日起进出采实名制 希望有效杜绝疫情进一步传播 即日起金融市的社区大学跟长青学院暂时停课 课程延后一个月 第二 里面活动中心占不外界 第三 金融市的流动夜市停业一个月 第四 街头表演许可暂停一个月 第五 关怀据点暂停一个月 第六 校园暂停开放一个月 包括体育馆的二龙部分 第七 八大场所持续进行稽查跟宣导 如疫情有进一步扩大 不排除停止营业 第八 圆明会馆也暂停一个月 其中知名的金融庙口因为人潮来往多 很难采取实名制 牛昌表示将恢复去年科技防疫成效卓越的人流管制方式 路上面大概也做不到所谓的用餐的使命式 但我们现在已经准备恢复 现在正在积极洽谈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有使用一个人流管制的一个系统 我们会尽快地把这个人流管制的一个系统把它建置起来 那因为庙口夜市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空间 要做人流的一个管制非常的不容易 不过我们去年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牛昌也澄清某消防分队因为有两位队员被匡列隔宜 而无法正常运作的说法 消防分队的部分我刚刚有说过 其他的同仁他们就是正常出勤 因为本来分队就有同仁要休假 那本来他们也有一些就是会持续执勤 那不过我们刚刚在讲 他们希望就是说用一个最高的一个 这个管理的一个原则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两位同仁 所以如果有万一有救护的这种状况 我们会请周边其他的分队来进行这个救护的动作 但是这些同仁他们还是一样的背景 比如说有相关火灾或者是相关的灾害的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们还是正常背景正常出勤 牛昌提出两点呼吁 希望符合条件者尽快施打疫苗 并请外界停止传播假讯息 牛昌强调这场防疫战争是全岛同命 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大家都是防疫战士 有责任落实个人防疫工作 共同打赢这场战争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谢谢大家